这两天旧金山空难令国人痛心 而韩国的一名主持人的不恰当的评论更引发了众怒 空难当天东亚日报下属的A频道主持人引进名播报的时候称 两名中国人而不是韩国人在事故中死亡 从我们的立场来看真是万情 这此言引发了韩国电视观众的强烈质疑 并引发全球网民的一致他法 很多中国网友称这是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 这句话道出了这位主持人的无人性和麻木不仁 众网友连续追问道 在看到两位逝者的父母抱在一起嚎啕大哭的时候 你有何感想 在看到一个个伤者被抬出灾难现场的时候 你又有何感想 网友要求这名主持人向遇难的两名中国女孩道歉 向全体中国人告歉 向全世界所有真爱生命的人道歉 对此A频道7号正式为尹金明的不当言论道歉